本週 伊朗宣布開始提煉純度為60%的濃縮油 逐步接近製造核武器的90% 引發世界關切 法國議員指出 目前伊朗和中共簽訂25年的合作協議 可能會讓伊朗獲得新的談判籌碼 伊朗位於納坦茲的核設施 上週日發生莫名的電力系統故障 使伊朗在違反核協議之下 啟用的新濃縮油離心機無法運作 伊朗譴責是以色列所為 並在本週開始提煉純度為60%的濃縮油 以作為報復 在一場法國議員與伊朗民主人士舉行的在線會議上 法國議會議員談到 伊朗與中共的合作將使伊朗更強勢 3月30日 伊朗和中共簽署的協議高達4000至6000億美元 包括中共投資伊朗的基礎設施來換取穩定的石油供應 以及中共和伊朗進行武器研發和情報合作 法國議員葛瑟琳指出 伊朗和中共的巨額合作引發歐美關注 伊朗與中共的合作也同時加深了中共在中東的影響力 目前 伊朗拒絕了拜登政府提出的 重新加入2015年核協議的建議 要求美國先撤銷所有制裁 伊朗的這項要求也獲得中共的支持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